南部水果都會加點醬油膏 新鮮鳳梨和海鮮簡單調味 酸甜滋味 夏天來吃最對味 非常搭配 一隻腳我就覺得整個果香充滿了香氣 同時有一種欲罷不能 讓農娘署長胡中醫 欲罷不能的美味料理 不光是主廚的好手藝 關鍵來自台灣金鑽鳳梨 因為肉質細緻 多汁香甜 就連果腥都可以吃 至於該怎麼挑鳳梨 專家建議果形短圓 大小1到1.6公斤最適合 關鍵的部分要清脆 代表說它比較新鮮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果實 上面一顆一顆的叫做果木 果實的眼睛 果木 果木的話要比較開 比較大 它的熟度會比較好 台灣鳳梨整年都可以採收 盛產期再三到七月 不只國人喜愛 就連日本人也愛不釋口 外銷訂單比去年同期增加八成 還首次前進校園 成為日本持城縣 幼稚園 和中小學等九間學校的 營養午餐水果 我們鳳梨的輸出量 已經達到18951公噸 其中輸出日本是10326公噸 佔54.5 那另外香港已經出口了 4,450公噸 佔百分之23.3 國際訂單隨著鳳梨盛產 陸續出貨 市場上公不應求 儘管中國禁運台灣鳳梨 果農因為堅守品質 讓台灣鳳梨享譽國際 開拓外銷新藍海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